最近中国女排在澳门战的比赛取得开门红 大比分3比1打败荷兰女排 接下来将会继续对战日本女排等对手 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中国女排尽管第一局非常低迷 但后续还是展现了强大的球队底蕴 最终由惊无险笑到最后 继续掌握巴黎奥运会入场券的主动权 不过让球迷意外的是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几位球员在赛场下的互动 却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其中队长袁新月在击掌的过程中 被质疑跳过朱婷 更是遭到很多球迷的口诛比伐 其实想要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如何 不妨看一下比赛结束后 朱婷和影时队长的动作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具体关系 首先当时比赛进入到第一节的时候 队长袁新月下场休息 在走过朱婷面前时 意外直接跳过他和丁霞那些队友击掌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球迷自然认为袁新月带队孤立 朱婷进而闹上了热搜 队长袁新月和王云露这些球员 因此受到很多球迷的质疑和批评 很多球迷担心朱婷回归中国女排会受到欺负 接下来不能有好的状态 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佳绩 结果在比赛结束过后 当时朱婷走过来 和中国女排准备合影的时候 队长袁新月做出一个动作 让很多球迷彻底看清了他和朱婷的关系 当时朱婷的情绪比较低落 站的位置和其他队员的距离有点远 这个时候队长袁新月主动站了出来 搭着朱婷的肩膀 把他拉过来一起合影 看得出来队长袁新月 一直关注着朱婷的情绪问题 所以他才会在赛后 主动伸出手来和朱婷亲密接触 除此之外 实际上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当时袁新月下场还特意过来讨抱抱 和朱婷击掌 总而言之 中国女排内部并没有外界传言的 所谓孤立冷落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在当时朱婷上场发球的时候 替补习的王云露 张长宁这些球员 都主动鼓掌为朱婷欢呼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一直期待着朱婷的付出 也在努力帮他找到更好的状态 总而言之 中国女排并不存在所谓内讧的问题 大家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一方面朱婷比较慢热 另外一方面 最近她的挚友意外离世 导致她的情绪有些难过 在场上没有之前那么激动兴奋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非常正常 希望中国女排 各位球迷要理解一下 相信中国女排通过本场比赛 证明了她们的实力 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球队 相信接下来朱婷和袁新月 她们将会携手 在后续取得更好的成绩 加油 加油